来到这个三拉克对阵海洋BO3的一个决胜局 是的 刚刚战成了1比1平 而且两局都比较快吧 20多分钟结束了 第一局的话是纯碾压 21分钟 好像是12还是13比1的人头 13比1 对对对 然后第二局的话 前期稍微是有点有来有回的味道 但是到中期那个那家 经济在超过炼金的时候的那一刻 其实已经悬念比较少了 也算是一个半碾压局吧 就是前两局的话呢 其实两边都是阵容选的容错率偏高的一方 都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对 就感觉烈士的那一边就很难 找到一些机会能够打回来 对 都没有什么方便点 然后英雄的话就是前两局 好像是选到牛头的一边都赢了 是吧 好像是的 牛头这个英雄还是经典大赛英雄啊 就是容错率还是比较高的 对 然后第三局的话呢 两边应该在BP上面 应该都会做一些调整吧 看一下吧 前面的半人我觉得应该变化还是不大 主要还是看选人 可能是吧 就感觉这两个队都已经头很硬了 就是这种三号位就是不放 对 上一局牛头之所以能有发挥呢 也是因为海洋最后选了一个陷弱的近战核心炼金 牛头线上比较肥 然后中期跳出的还是比较早的 那波抓牛头本来想断一波节奏 但是他跳刀已经买了 没有断道 单人还是不便呀 中国区队伍好像对于露娜这个英雄 不是很青睐啊 我看欧洲区露娜的出场率非常高 就是VS露娜的这个优先级已经是 因为他们那边是不搭美术杀的 基本都是VS配露娜的 它那个光环嘛 一个是加那个主属性嘛 然后露娜又有个光环 对 再出个支配 VS还主要还可以帮忙增加一下那个攻击距离 对 就还挺搭的 是的 然后露娜现在基本上就是支配嘛 支配搞一个 然后其他就正常 分身啊之类的 对 现在OG就在玩这个中单VS嘛 中单VS大哥露娜 对 就玩这一套 还挺厉害的 那VS VS如果打中单 它是出什么 也是支配吗 它肥的话就是出这个属性装 什么假腿双膝带双刀引刀这种 BKB 然后如果说穷的话 可能就化身工具人支配大勋章了 这边搬人做了一下调整 是搬掉了紫毛 这边也是搬掉了火猫 把两只猫都搬了 对 感觉火猫是值得搬的 这个英雄是值得搬的 紫毛的话不好说啊 紫毛这个英雄 我觉得第一轮搬它 不是特别的关键 这个英雄 可放应该是属于可放的英雄 对 这把选人也换思路了 先选了个霍兰之源 那这边要不要什么 能断霍兰之源的 先把牛头拿了 牛头抢了 牛头抢了 牛头女王 我觉得没啥问题啊 因为女王其实也是可以摇摆的嘛 也是二三都可以打的 牛头可以断霍兰之源的大嘛 嗯 板一下什么的 反正四号为牛头或者四号为拉比克吧 拉比克也有机会比较好偷这个霍兰之源的大 发条发条去断后盘 断这个霍兰之源也行 他选发条的话感觉 呃 萨拉和这个牛头应该不是特别好出了 嗯 也是提前针对了一下牛头吧 发条凤凰 一个三一个四吧 对 因为他们对三号为比较喜欢选 这种带节奏的 嗯 不会选特别偏刷的 然后咱俩这边 看到这个发条头有点痛啊 嗯 发条凤凰 因为他五号位已经点了 他不好再选一个那种偏旧人的英雄 这样的话他的他有就有种两个五号位的感觉 嗯 然后还要考虑去针对一下这个凤凰 对因为有凤凰在的局 其实你要 抢凤凰的先手是比较难的 嗯 就你要抢先手的话你得把凤凰秒了 但是你又不能不处理他的大哥 因为凤凰的弹其实在护阵型上面也很强 还是女王 还是女王 这还是他比较自信的英雄啊 斯达拉克这个队伍好像中单出的都很早啊 他前这三局全是第一轮就直接出中单的 两局女王一局火猫 他们这个女王选出来应该就是中单 你看他BP也很直接 选女王搬龙旗对吧 就告诉你中单女王 只怕龙旗啊 对 龙旗有段时间基本上非半继续 每个队都在抢 对 感觉现在也差不多吧 是的 谢谢龙旗 后边补个一仗 然后拿一个那个 换术师披风 就毕业了 挺厉害的 RNG是非常喜欢这个英雄 一二三摇摆特别强 对 毕竟是包龙王的队友 打女王的话 其实如果真的要针对的话 帕克不错 帕克也是一个比较克女王的英雄 帕克还行 有霍兰之援女王这种都很烦 帕克比较灵活 对 但帕克就是对选手要求会比较高 还是办军团 主要是他有发条在牛头被关了 就不用管牛头 再办军团 看你这三号位选什么 直接帕克可以 这两个中单看来是卯上了 两边 卯上了 这帕克打女王还行啊 帕克弹刀也不错 然后他又有那个向位转移 可以躲一下技能 他呢 就是他的向位转移可以躲女王独标 他的那个幻象法球用得好也能躲独标 甚至玩得更好的帕克 他可以用他的沉默没有抬手去断女王独标抬手 就是帕克他打得好是可以压女王很多的 但就是对帕克要求比较高 对那因为女王他可以用S去骗帕克的技能 骗了帕克的向位转移之后 他可以再给独标 因为帕克的血量是比较 还是比较脆的吧 对比较怕被消耗 对他被毒了之后就很烦 他线上如果被这个女王点两下 他就是跟那个子猫完全不同类型了 因为子猫他三进的一开 他可以抵挡一些物理输出的 是不会那么怕消耗 但是帕克就有点有点反的 如果被毒标赌上的话 还是挺恶心的 打海洋的这一套阵容 我倒是觉得斯大巴克这一局 可以考虑一下小强 这盘小强其实还不错 打帕克凤凰都比较好 小强比较克吧 还可以 因为这把牛头不太好发挥 对小强就很克 让他们就是像 莱恩这种 但莱恩的话 也容易被这个发条关 嗯 莱恩小歪这种针对帕克的羊 都比较怕发条 对 还是牛头 也有可能还是三号尾牛吧 但是这把 这把有点反正这个发条断 嗯 要不要不换一花四号尾牛 但是三号尾选什么呢 现在三号尾 有所剩三号尾不多 就线八本强势的 还剩十秒 这盘三号尾先知还不错 请天辉方挑选一招 那两个队好像都没选 美独沙 那看来斯达拉克还是对对手有解读的 这个队伍的一号尾应该就是一个 美独沙玩得比较好的选手 不然他也不会那么扮人 像上一轮他们就是选了大家 还要扮了美独沙嘛 嗯 说明这个队就是玩美独沙的 大哥美独沙就想到了Niko Baby 他是比较经典的美独沙代言人了 对 其他队伍其实不太会选边路美独沙的 对 一般都是走中的 是的 那这样的话海洋的盒是已经出了 美独沙 那斯达拉克这个一号位是可以针对的 像幻影长毛手 这把猴子其实还可以 牛头在自己这边 然后对面的话呢 前期是有一定的AOE 但是不太好处理这个装备成型的猴子 请天辉坊进入英雄 哦 这局是放出了伐木机啊 先拿了三号位 这手伐木机目前 嗯 Ocean的输出 可能不太够 他得凤凰有大骨灰了之后吧 嗯 才稍微好处理一点 这么看感觉 这把帕克如果是走中的话 他 中期有可能要补大根啊 不然感觉输出有点 嗯 有点不够 爆发有点低 对 这个美独沙他没有 感觉去美独沙这个英雄 没有到圣剑那一步都感觉 一般吧 都不质变是吧 不太质变 然后 如果说美独沙在打前 然后他们剩下三个人 输出在哪里 没有了 搬的是敌法师 现在斯达拉克差个大哥 想一下啊 海洋这个阵容能不能转一下 我觉得他要转一下 转成三号为帕克 中单美独沙 一号为大圣 他 他要选一个线上打伐木鸡 好打的英雄 不然 这个阵容我觉得有点被动啊 这把大圣其实挺好的 大圣其实打TB也还不错 因为TB也是那种战装英雄 大圣他有一个猴震嘛 他那个猴震跟帕克大可以配合 然后也可以护这个凤凤凰弹 是的 他这阵容选到这一步有点不好选啊 首先要处理伐木鸡 然后再次你这个纳迦和帕克的位置不是特别好转 他转的空间已经很少了 推而求其次又可以 可能就是比如说一号为那家 然后五号为凤凰 再往后退 我是觉得海洋他这一局 这一手他如果补三号位的话 这个阵容是找不回来的 他只有让帕克转三补一号位大圣去找 应该能找回来 这样他线上是肯定可以压伐木鸡的 但是他如果线上压不住伐木鸡的话 他们中期会比较难打 是的 还是选了个我 选了个酱油 那 还是那个 四包一枚杀 对三号位的发条 这个就跟开始想的是一样的 他没有转 这种实选 哇 天文胜率给了68.1 这个给的很高了 这个是阵容选完 最高的 对对对 这个很高 这个数据一般来说还是比较保守的 一般给个什么 55对45就差不多了 对对对68 我是在你们这边看到也是比较少的 对面剩32了吗 这还怎么玩啊 是啊 这确实这个海洋这个阵容有点 看得很难受 因为海洋大概三四手点出来之后 导致于最后一手的辩证很少 然后Sala和这个伐木鸡点出来 包括他的TB点出来之后 因为Ocean如果说有那种什么 有Tinker或者有宙斯是比较好去针对对面的这个伐木鸡和TB的 但是他没有位置选了 他这个帕克和那家已经把阵容选死了 对就很难变 他很难在中路这时候变出来了 就是海洋他可能是一个只会完一号为那家的队伍 他不打中单就那家 有可能是 所以这个帕克和这个那家一选 动不了 很难动 对就只能打一二 那这样对方的阵容呢 虽然说对方是先选 但是你这边这个实选呢 其实没有发挥出这个实选的优势 最后点的这个独狗 其实对于对面阵容来说 也没有什么太强的克制性 就是多了一个反手而已嘛 对他就是可能在他们在秒这个伐木鸡的时候啊 给个大什么的 给一个大然后给个灵魂猎手 然后可以就打肉和相对来稍微好一点 对相对来说好一点 但是他还是赢一手 还是赢这个吴解肥那家 大那家 而且要出到装备成型 后面这个该有的装备都得有的那种情况下 才会有输出 因为他们中期还是缺输出 是的 而且但大家跟TB打战装的话 TB因为有个倒影的存在 其实那家海耀也挺不好打的 他自己需要出一个分身符解倒影 然后他一个倒影还会打他的队友 是 所以我感觉这一局 这个大数据分析的还是有道理的 就是天徽的阵容确实 容错率上是比夜眼要高很多 对 有点像第二局的情况 就是天徽的阵容呢 他就算是劣势 他也能翻盘 而天徽一旦是优势 如果天徽中期形成一个伐木机 无解肥 然后女王打架 TB推进的话 海洋这个阵容可能就不太容易翻盘 需要那家海耀这种手高 然后搞一个圣剑这种才有机会 这个选人中间这两手没有转的空间 确实是不太好 30秒后战斗开始 其实他作为实选方 前两局选人都没有问题 他完全可以把那家这个点放在最后 难道他就觉得 他怕那家被半 提前选出来了 这么急着选大那家 不太理解 TB直接交变身 这个服务必抢 直接交了 没人没有认过怂啊 我就往这一站 这个变身其实我觉得叫挺亏的 对啊 如果杀到人就算了 你上线就没有变身了呀 对啊 本来他这个用变身补刀会 减少很多自己被消耗的这个机会 因为他如果是近战补刀的话 他一会儿没变身了 兵线只要一上来 他变身肯定就没了 没了之后他就近战容易被消耗 本来是可以稳定 保自己一拨半的刀的 亏了亏了 亏了没了 就没吃一个服 没偏事了 够狠的 中路女王打帕克 看个人能力吧 对 哎 这如果过来骚扰啊 这被牛头一个风路 直接卡住了 刚刚跟自己幻象 一级觉得是关 这被追着打 牛头有鞋啊 我马上有关了 应该死应该是还好吧 板一下 S一下给板 哎 没打到伤害啊 关伐木机 牛头进不去很尴尬 感觉这个板要给到伤害的话 可能能杀 嗯 不过这个对线伐木机 牛头让一下经验的话 这个伐木机等级起来 应该没有压力 对 没啥压力 除非就是这个毒狗狠一点啊 一直跌一直跌 就换 然后要一定要杀到这个伐木机 如果杀不到伐木机也是血亏 嗯 有这种打法吧 就是芒果加上叠毒 一直 一直点 一直点 让你不好上来去补兵 因为他如果 哪怕是一几毒 叠到个六七层 也也是很疼的 嗯 但是他好像没有用这个策略去打的话 基本这个线就是压不住伐木机了 就就没有机会了 啊 他一击还不是学的那个叠毒的 学的关的 但是毒狗补给都没了 是 那感觉压不住了 哎 牛头这个板是 啊 是防他拉野 嗯 他想拉那个大野 刚才 在伐木机点到个两三级被动的时候 这个美鲁莎应该是不太可能消耗的动这个伐木机 哪怕是秘书一蛇最后一下弹一弹也杀不了 对 秘书一蛇现在不会偷篮嘛 对 他不会掉篮 就就这个压制力其实没有那么强 对于伐木机这个英雄来说 他不是很吃这个转身速率之类的 嗯 两边酱油都是不分大哥经验 然后牛头就是不让毒狗拉野 哎 这个板 封一下美杜杀 但是伐木机状态不好 对杀应该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吧 嗯 少说到六级 然后学个两级钩子之类的 有盘子有两个 有个两级钩子 有机会 皮皮虽然说第一波变身白焦了 但是他这个对线补刀很顺 我准备好了 中路女王 这个补刀还是不错的 小压了帕克 帕克不过先买到了瓶子 这打一波马上四分钟 两边酱油应该又是开始要往中路靠了 像女王帕克这个对线 四分钟这个控服也是比较关键的 哪边如果说能控着一个双倍 奥数或者恢复的话 优势会很大 这凤凰已经 牛头 毒狗 都已经过去了 霍兰之较还在补野啊 少一个人 隐身 这个服没啥用 但这个服女王应该是能控 他被下路打了一套 然后踢到中路过来控服 毒狗来晚了一点 上路伐木机四级 就已经开始凶起来了 是吧 毒狗感觉线上是没什么效果 一直在跟着牛头玩 到现在还是只有一级 这伐木机四级就开始起脸了 五级就有点无敌了 其实 是弹幕冲击 粘一下 框的非常漂亮啊 单框住了霍兰之源 哪里一血 TB交变身 一换一 一换一 上路美杜莎很难受啊 这个对线有点 这个线有点站不住了 这把TB没压力 是个隐患啊 中路不管它怎么样 这个TB如果是无解肥的 它成型比这个美毒杀要快啊 对 而且三号位发条也确实在线上战线补刀上面 没有太大优势 它主要是抓人 一般打四号位发条多一点 因为四号位发条就可以上去跟它拼补几去弹人 但是它打三 它得补刀 它不可能开着弹幕冲 就开着弹幕去补刀的 这波两个中单都过来了 一个板 帕克F一下没能拨走 放大断一下 这女王甩大 帕克技能CD被秒 他这波有点自信了 他觉得自己肯定稳不会死 上路伐木机六级美毒杀站不了线了 踢的还是二塔 三级被动的伐木机感觉死不了了 他感觉都可以先不用击着四级被动 对这把海洋线上三路裂 感觉有点 这就是这个BP上有点僵住了呀 正受到攻击 他现在有点打不回来 他们只能这样 就是拖到美毒杀成型一打五 好像只有这种可能性了 能不能拖得住就是个问题了 东西只能靠发条了呀 发条几波大招效果怎么样 感觉比较难 难啊 他上去杀人 他勾上去自己肯定是跟对面一换一的 就像刚才他去杀一个霍兰之源 他跟霍兰之源一换一 但他这把是个三号位呀 对 他三号位跟酱油一换一 哪怕不管后面他抓谁 都是一换一 对 只不都不转 霍兰之源这个位置 没办法 找不到什么好的机会啊 就现在海洋已经 不太好去杀这个伐木机了 然后呢女王是有牛头在蹲 下路TB有凤凰 有这个霍兰之源在蹲 找不到突破口有点 这伐木机出个挑战应该就死不了了 对出个挑战就会有一个小无敌的时间 对 这波开悟想静野找TB啊 TB直接交变身 被打住 看伤害够不够 点毒狗 哇 毒狗这个只能关自己 TB有换血 换帕克血 再点帕克 就是几个人抓他呀 三个打一个 根本打不过 根本打不过 发生技师 没勾到 近身黏住 但是伐木机过来支援了 结果TB 有机会 有机会 应该还是能杀的 是的 女王过来 帕克传走 被吸死 杀得也比较吃力啊 还好杀死了 嗯 没杀死血亏 帕克也连死两波 伐木机已经把上场推掉了 是的 上路通关 这边再追一个牛头 互乱支援过来 试一下发条 哎 这里凤凰解碎 自己是被定住了 他几着再帮凤凰A型 这轮子还是勾到了 凤凰斩软腾夺 因为 磨不动啊 这两兄弟 护救护救 怎么感觉 互相在拖后腿啊 帕克复活再赶过来 这女王也在 女王这波有大招的 标了一下发条 嗯 走了 雪狼杀不死 他有个护腕 不过海洋现在确实是需要这样跟对方打架 这样可以减缓美毒杀发姆的压力 至少保证美毒杀这个点是可以一直在刷的 是的 这一波把发姆机打下来了 其实还可以 这把是纯四宝一样 对 纯打架四宝一 这四个兄弟除了打架以外 都没啥别的 别的用 有点艾兰斯那个味道了 就是 容错率太低了 这个 这个阵容就太吃美毒杀了 必须匪 跟炼金那把差不多其实 炼金那把好歹 中路是 紫毛 还稍微好一点 输出还稍微高一点吧 嗯 其实也差不太多吧 这个帕克主要他现在 等级没有上来的话 他没有什么爆发 输出不是特别高的 主要是处理不了这个发姆机 然后对面的英雄 其实他的血量 然后霍兰之源能够吸一口 然后那个牛头也不是特别脆吧 然后再是TB 你又不能说沉默 沉默一波就把他秒了 他能换血 就感觉秒谁都有差一点意思 哎 这波关到一个牛头 帕克过来 杀牛 好大 这边是 杀掉了 后来之源跟女王反包过来 找凤凰 凤凰飞走 哎 这里发姆机又上来了 这两波其实还可以 这两波海洋 主动进攻 调动了一下对方的这个人员啊 是 把这个发姆机打得上下TP 感觉发姆机他来上路 主要是还想看能不能救一下队友 嗯 但其实他刚刚如果在下路 一直带线的话 下塔也退掉了 对 这几波海洋打的还是比较主动的 嗯 是的 保护了一下美杜莎的发姆环境 小老虎亚历山打 嗯 他这把 现在 现在这个经济 完全没有战斗力 呃 他们最好是那种结构啊 就比如说对面要冲塔 嗯 哎 然后美杜莎过来放个大 骑时过来放个大 然后打一波反打 可能可能有点说法 这美杜莎最最怕的就是你不冲他的脸啊 他的大就空了 这波混乱真有大感觉 萨拉克想开悟 很像爪博主动节奏 女王这段时间还在刷 感觉他的风格好像就这样啊 嗯 偏战线发育 偏战线发育 然后有大招也不急着打架的那种 牛头一千一 票刀其实还早 嗯 四号尾毛 而且他这把前面又死了两次 这个后来人家看了一下 女王真的不想开 那我自己开吧 单开了一个木 在中路 中路是 发条 好 好 来推这个东伊塔 那会被拉住了 合道拉住一个发条 直接交大秒掉 伐木机还在往前拱 这里帕克是大住两人 有没有输出呢 凤凰被碎 美兜莎放大 凤凰变弹 完美combo出现了 漂亮 这就是你冲我的脸 对 郑重下环 凤凰带美兜莎大 加帕克大的一个反手 但是伐木机这个手间无敌 挑战伐木机带秘法 强收一个独狗 是的 这个凤凰不走也危险 这伐木机是无敌的 别动他的 没有大骨灰 千万不要来动这个伐木机 帕克已经是 出了一个纷争来提伤害了 对 刚刚那一波 其实女王 阵王 对美兜莎来说还可以 他的经济现在6200 最肥了 刚刚那波很赚 刚才海洋是打了一波大招流 对 我觉得萨拉克 如果再出现这么一波 冲美兜莎开大的脸的话 有机会啊 因为他如果经济是比对面 TB肥很多的话是有机会的 对 哇 这个矿也是够多啊 可以啊 应该是独狗拉的吧 因为伐木机这个英雄就是 中期他现在是比较无敌 但是你中期如果说 那个Ocean这边的大骨灰 做出来之后 这矿有点太多了吧 打得过吗 打就慢慢打呗 反正他站 还好没有那个老蜥蜴啊 站在比较远的位置还可以 没有回血 中路伐木机还在这个二塔前 有点太有点嚣张哎 勾没处勾 帕克先叫大 小骨灰 对 在弹 还有勾 怎么说 伐木机勾走 发现急着补勾勾胜 杀掉了 对 四个人强杀 伐木机这个位置 太跳了 而且没有队友在旁边 真的太跳了 下路这个一塔都没推掉 他就在二塔前面跳了 对 这帕克毕竟还是一个纷争处装啊 还是得尊重一下 是啊 他一个纷争 然后现在还没有大骨灰呢 待会大骨灰做出来 很有可能他撑不了多久 是的 美杜莎这个大矿全吃啊 经济已经是超过TB不少了 应该是纷身辅了 是的 而且等级比较高应该 嗯 这两波 齐达拉打得不是很好啊 对 打得有点松散 这个中期 对 就这种无解肥伐木机 就很容易就觉得自己 很无敌 然后就可能会被 对面找到机会抓 更好一点 其实他应该利用自己这个形象 让队友稍微蹲一下自己 其实他这种情况 有人在蹲的话 就很容易形成反打 对的 他刚没人蹲 被四个人 两轮体能带走 那个位置队友 也蹲不了他 嗯 在人家二塔前 现在在塔下 这个护驾一加 这个护驾一加 这里还抓了个 配合凤凰又收了个 班尼 中期海洋的小节奏 还是不错的 帕克大驻女王 但这波女王有刃甲 比较猛 直接一波反打 哎 帕克自己有危险 哦 这也防大 这个大好像 没 大没大到 好像没大到 帕克就一撕血了 反正 他人头是伐木机的 估计被伐木机给 一个旋风 旋死了吧 打到了帕克的尸体 不是很棒啊 说实话 反正对中端仇恨值很高嘛 是的 就算伐木机杀不死你 我这个大你保证也死了 好吧 但美杜莎经济还确实是 非常不错 对 三小区一直在刷 十四级 断节奏断得有点 不是很棒 就他们这个时候 应该是打得比较凶的 围绕着这个伐木机 随便推啊 牛头跳刀 但被对面眼看到了已经 这波下路TB交变身 想推塔 美杜莎过来守塔 牛头跳到第一波 开悟 下路 他有没有高颇眼啊 想打 看一下 他没有高开眼 伐木机先冲进去 吃第一波技能 牛头看一下位置 天灰中塔正受到攻击 不太好动啊 而且海洋这里有塔前掩的 下了一下还是算了 天灰中塔正受到攻击 像这个丹和美杜莎 是被海洋给薄起来了 对的 吃两波 斯塔拉稍微给了点机会 我是感觉局势被他们没处理好 已经打岔了 对 已经打岔了 伐木机这个强势期已经是快要过去了 是的呀 伐木机你看它的血量其实并不是很多 对面只要有一个大骨灰很好秒的 他还在做梅肯 而且打到后边有一个天灰有一个容错率 就是他TB的变身 像美杜莎他是不吃这个 这个方面的CD的 对 他有没有大他都可以打架 但是TB没有魔化 他他可能完全两个级别的 对 他他就打不了近身贴不了这个美杜莎了 美杜莎是只吃装备 TB的话既吃装备还要看一个变身CD 是的 就是因为前面的一个局势打岔了 然后现在导致于经济 TB已经是跟美杜莎有一定的小差距了 嗯 塔克跳刀 天灰下卡正受到攻击 塔条马上大骨灰 还是看后续的 这个大骨灰跟出来 然后 SALAC这边牛头也有跳 看下一波团吧 下一波团比较关键 对 谁先动手 看谁先动的手 我感觉Ocean这边打反手比较好 很厉害 他有美杜莎凤凰双大 还有一个帕克大 打反手一个弹 然后美杜莎就站在弹下面开个大 对 他这个护弹能力是非常强的 对 我觉得帕克下一件可以直接考虑出A仗了 他这个团战的combo是有点无解的 帕克A仗大加美杜莎大招加凤凰弹弹 这个combo很强 是把人就关关在那个帕克大这个范围里 对 这波开悟 上路还是想找一下这个伐木机 又是一个落单的位置 这波是不是已经有大骨灰了 有可能 我看他前面已经差 没有差多少钱了 但是 我还差一点点 对 差一点点 差一百块 马上有了 没有找到这个伐木机 也不急 他有那个大骨灰更好杀 这趟伐木机的美肯都回不了多少血 伐木机需要赶紧把大鞋做出来 美杜莎分身斧之后直接蝴蝶 女王是刃甲直接BKB TB也是在BKB 这样 SLAG应该是想抓一个中期 TB美毒杀 TB加女王双BKB的强势器 这样其实帕克这局的A仗是非常关键的 他有A仗的话 Ocean可以打先手 不然的话他们还是打反手比较好 对 中期是形成了一点僵持 两边互刷 对 这个僵持是Ocean想看到的吧 感觉 因为本来以为他们这个无解肥 伐木机带队可以推起来了 对 因为TB其实有魔化 就可以跟着团队推 但是这个下路一塔 好像是迟迟都没有破掉 看一下 已经有点不看好天辉了 从最初的阵容选择 认为天辉有68%的胜率 到现在认为天辉是34% 是的呀 结合了美毒杀的经济 而且大老师一般是打到中期之后 就开始不看好伐木机这种的 是的 因为伐木机 这个英雄本来就是一个 在中期应该是带着队友去 不断地打压制的 甚至可以推二塔的英雄 但这一局伐木机 其实他在中期呢 被海洋的节奏 上下调动了几波 参与了几波TP的支援 对 他一波上路到下路 然后又下路又到上路 浪费了好多时间 所以下路这个一塔一直没有破 他其实不是一个适合支援的英雄 他是一个适合战线的英雄 他要战线站在对面来找他 对 然后又处理不了 这个是伐木机最厉害的地方 那现在 女王转了 女王是一开始拉了个BKB 后来转子愿了 针对一下帕克 美杜莎蝴蝶 美杜莎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强了 分身蝴蝶 全面加固 这斯塔拉克也是感觉不能再拖下去了 选择一波进攻 这个地形 天辉不是特别有利啊 他是在夜演的这个野区范围内 这真TB在点锅 发条勾了一下 被碎了一手 勾空了 TB直接是焦魔化 跟美杜莎爆台对高 这里TB顶起BKB先点发条 还有换血 换谁的血 没人 急 换了一个幻象 BKB幻象 帕克后排好像是大住了谁 大住了一团空气吗 帕克空大 空大了 这波有点尴尬 这波有点尴尬 没多差别危险 霍兰之人强行拉大 凤凰面团掩护 霍兰之人自己是捐躯 直接买活 这波还想打 女王还有战斗力 牛头跳大 位置不错 一套三连 留住美杜莎 被TB点死 漂亮 是 这波 不是两个技能失误呀 对 发条空沟 帕克空大 凤凰淡美杜莎 只杀死了一个酱油班尼 TB伤害拉满 对 这波他没有考虑拿个盾啊 因为这个复活时间 是上不了高的 上不了高 我觉得就不如打盾 这波TB10秒BKB 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对 这个二塔推了赶紧 现在再跑过去打盾 路有点慢 对 这波主要是海洋的队友 没有给美杜莎提供输出环境 美杜莎其实分身蝴蝶输出也很高 但是发条帕克的控制都空了 太急了 其实发条勾中也不好吧 它勾中他们的输出也秒不了这个TB啊 TB有那个BKB 它是稳稳的可以换出去来的 这波比较伤 对 好在是经济也没有拉开很多 3000还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刚刚斯拉拉克打完之后没有去控盾 我觉得这也是 不是特别好的点 如果说他能刚刚那波打完之后 因为交了个买活嘛 交了霍兰之间买活 如果说这波再给TB控个盾 再保持一个他们带盾的优势的话 会更好 对 打完这一波的话 海洋这里应该 团战意识应该会比较清楚 就是他们的控制一定要 围绕着美杜莎的输出距离来控制 一定要控在美杜莎的输出范围之内 不然他在外面控到人 其实是不好杀的 他们的输出集中在美杜莎一个人身上 是的 这一波围绕美杜莎开始反打 这波牛头没大 TB没有变身 开悟 美杜莎中路点塔 伐木机过来顶 诶 又是一个勾 勾哪去了 发条 我刚听了哐的一声 勾进去单防了一个牛头 但是TB变身 直接换掉了发条 美杜莎放大 留住女王 再凤凰变弹 这女王直接点蛋配合TB 但还是被点爆了 TB顶起BKB输出 而且还有换血在开分身 找人换血 又换了一个幻象 脸上只有幻象 正面还是打赢了 这波 二换二 这波发条技是又自己勾上去了 但他杀了个牛头 他想跟牛头一换一了 他跟牛头一换一 他跟牛头一换一 我觉得也不是很赚 因为他其实美杜莎 如果能输出的话 他给控制 自己是不用死的 主要是太远了 美杜莎根本不可能过去 美杜莎如果一旦过去了 接应了 美杜莎可能也会死 这波发条技师是买活的 被女王逼过来 这波发条技师 这个点崩掉了 他有点冲动了 然后对面空盾了 这个帕克发条的经济 就是太差了 对的 美杜莎一个人毒肥 那感觉这把海洋的两波团战 他的控制都给的不是很好 太急了 他们其实 只要保证对面不偷盾 做好视野 然后不要去强行打先手 因为对面这BKB一根 秒不了TB的呀 对 他们打反手会比较好 就他们的技能要围绕美杜莎来放 对啊 围着打 然后拖对面BKB的时间 把BKB拖掉之后 才有机会去杀这个TB羊 这波TB带盾 帕克补的还是吹风啊 我觉得这把A让是非常关键的 吹风是一件自保装 但是对于提升美杜莎输入环境 这个点上是没有帮助的 确实 他现在需要做的是 让美杜莎能够A到人 美杜莎A不到人 输出是很高 马上金箍棒了 美杜莎装备还是不够呀 嗯 他1460的血啊 这这也太太脆了 对 其实TB如果有输出环境 等美杜莎大放完 雪A美杜莎 美杜莎也很快就会被打死 对 我感觉主要是好像 少个冰眼的加持吧 因为一般来说美杜莎可能会 做个冰眼什么的 缺少了一点属性装 然后因为出这个金箍棒是不会撑雪的吗 他这把可能感觉 他这个阵容目前来说太缺输出了 他出冰眼可能输出不够 就爆输出了 对有可能 而且他出一般美杜莎出第三件 出金箍棒就是不可能出圣剑了 对 对吧 对吧 其实我觉得是得出圣剑 对啊 金箍棒的输出 还有点不够补他缺的 他缺的太多了 是的 感觉这个出双顺序 就导致于他这个大后期没有什么盼头啊 这波直接上高了 这波上高很强啊 TP带盾 装备领先 他就觉得拖不住了 美杜莎回来 那斯大华克看一下是撤还是撤 先撤 上路线不好 收线 因为对面其实除了美杜莎 其他的人的经济都已经 基本上停止增长了 对 发条这一波买活死 基本也就转降游了 因为Ocean那两波不打先手啊 他们不打先手的话 其实是能拖下去的 我觉得拖到美杜莎能出圣剑 也没有那么困难 这掉了个好装备啊 骑士剑 但是那两波先手一打 然后对面一空盾 经济一拉开 就感觉 空大吗 牛头这个反应也太慢了吧 不是帕克都已经 这波顺势直接一个反勾 但勾的是个伐木机很肉 发条自己很尴尬 帕克单大女王 女王有BKB 吼大甩死发条 美杜莎根本就没有输出环境啊 感觉海洋团战这个技能 交得太随意了 他就是看牛头空大 直接反打 但是给空的时候 美杜莎是给不到输出的 即使空大了也不影响 对 现在都不需要牛头打 只要板一下就行 这样自己交了一堆技能之后 反而给了对面推进的机会 这二塔肯定是没了 紫苑到帕克有吹风 落地F一下 后来转有大 帕克跳走 女王跟进 还在追 女头一个板 板到了高坡 跳刀CD怎么办 没办法了 帕克是下一剑再补一张 还是有点慢 梅兔莎拉圣剑了 其实他如果要想好拉圣剑的话 就不应该出这个 就不要出金箍棒呀 这两个装备冲突的 哎 这里上路哈 梅兔莎 找到一个牛头 先杀掉 但自己的位置也被留了 被缴械了 女王先切后排被勾住 紫苑一下自己开BKB可以避走 还不避走吗 避走了 现在萨拉克三盒呢 就整体都可以更新装备 对 他上升空间都还是有的 特别是QOP吧 QOP是属于 到25级有个质变的 对 伐木机反正就正常往前顶 TB也拉了个圣剑 TB TB 拉归拉 我觉得他是不会出的 TB我觉得也没必要出圣剑 但他可能觉得自己有点无敌的 梅兔莎确实得出 梅兔莎这把不出圣剑 感觉伤害确实不够了 这边 是的 感觉我想了想这局还是 冰眼再出圣剑比较好 因为撒旦的话 这把我感觉会被溜 不一定能够吸起来 冰眼是那种 就是他不用开关嘛 不像这个撒旦要 他要找时机开的 因为这把梅兔莎容易 很容易就是空大 或者说是A不到人 你这种时候 打拉扯的话 打出兵眼 我觉得是比较平滑的一点装备 现在海洋就是只能是手高了 像帕克这种带线都是有危险的 牛头霍兰之渊抓他还是比较容易的 然后凤凰发条基本上 就得出不了门了 这两个人 发条技师就正式进入这个三兄弟序列了 对 女王在补墙席 不过其实夜演这个阵容上是 在有些劣势的情况下打成这样已经算不错的了 那个中期打成那样已经不错了 他们其实打得再好一点的话是有机会赢的 中期其实大数据也是一度比较看好夜演当时的一个经济分布的 他们前面打得还行因为Sara给了点机会嘛 但是随后自己又在越往后的时间送的这种局势会越明显嘛 你前面的一些小打小闹这个人头钱其实也不多 是的 他们下路的那波反手团效果很好 但是中期有两波先手团打得都不好 他们的阵容还是打反手会比较厉害嘛 撒旦金箍棒 天辉胜率只给到了68% 还是非常看好美杜莎的一个后期翻盘能力的 只给了一个不到73开的胜率 但是其实你看帕克发条的经济啊 这把已经是非常非常差了 美杜莎需要守高地守很长时间 才能把他需要翻盘的装备刷出来 美杜莎还是撒旦了 先撒旦了 然后最后可能换一下圣剑吧 因为他如果金箍棒加圣剑的话太尴尬了 说实话 装备不可能卖啊 对 那只能再出个别的吧 再出个别的 但如果他是撒旦金箍棒的出装的话 那其实海洋这边我觉得不太有在野外开团的资本 他整个装备落后比较多 伤害不一定够 这女王已经强袭了 那么下一代肉杉可能还是萨拉克所控 他们还是要再守一波高地 而且帕克的A杖还是非常关键 重中之重啊 只有帕克有A杖之后 他的这个帕克大加凤凰大加美杜莎实化的combo 才能够真正形成 还是稍微晚了一点 现在落后了12000 如果早一点有那个A杖的话 会好一些 早一点有A杖的话 他配合那个发条的先手勾 就有机会秒人了 这把女王516的数据 帕克168 这波女王过来找了 女王这个装备 这里破雾 找到了 打点直接避过来 帕克跳走 再沉没到树林深处 藏得很深啊 可以正好打出A杖 关键装 现在 斯达拉克应该是等盾吧 又开了博物好像 这波海洋出来了 美毒杀撒弹 帕克A杖 盾美毒杀 隐身TB破雾 没反应 有 粉到了 有真言 TB直接变身 子愿秒掉毒狗 女王甩大 毒狗买活 发球技师 根本顶不住也死 美毒杀实化了TB能不能秒 TBBKB换血 美毒杀半血被班尼拉住 有没有人断一手 毒狗关了一下 但是正面起身之后 中了伐木金轮 得到跳大 加TB的冰眼输出 美毒杀要倒了 美毒杀 撒弹 撒弹开始反吸 打第二波 凤凰再递一下 发球技师过来掩护 帕克绕后 是牵死这伐木机 牛头QOP 伐木机全买活 三个买活要反打 这边关了一个 TB幻象出来 TB的分身要点TZY 应该也是能点死 发球技师阵亡 美毒杀也没状态了 要撤了 这三个买交的好果断 但是感觉这买了 没有杀掉 美毒杀这个高 上得去吗 高应该还是上不去的 变身也快结束了 这一波两边 都交了很多 发球技师买活死 是 两边是都交了买活 然后大哥都没死 撒拉个这个买活 他没有容错率的 万一下一波 再没有打掉的话 有可能翻了 这波美毒杀 还是挺刚的 本来看着快要残血的时候 硬是撒弹又吸回来了 感觉他们这个输出 他们好像有点 天后有点觉得 这个吻死了 不是很舍得 再去A他了 这一波的话 首先是那个女王大 我觉得交的稍微草率了一点 交给了一个残血毒狗 对 他交给了一个残血 中子院 就基本已经 你看这大 哎呦 交给了一个 逼死的毒狗 确实 然后TB的换血 也交的早了一点 他其实有BKB 给了一口大血 他三分之二血 就换了美毒杀 没有打出换血的伤害 对 很多瑕疵 对 然后这个毒狗买活 救了一波大哥之后 大哥开出了撒弹 大弹反吸吸回来了 这边又拉起来了 美毒杀大又打出来了 很胶着 那这样美毒杀没大的话 这波肉杀不好控了呀 肉杀局势上来说 还是天回好控呀 嗯 其实肉杀可能要给了 刚才就是SLAQ大团 技能放的有点随意了 其实技能放好一点的话 他们当时的野外团优势 肯定还是很大的 美毒杀还是 感觉还是要圣剑啊 他这个输出还是有点不够 刚才是对面没打好 很可惜啊 他如果是圣剑 那个金箍棒没出 先撒弹再撒弹也行 如果是圣剑撒弹的话 我觉得现在 就刚才那一波 应该海洋就是完胜了 可能打赢了 因为是SLAQ有失误嘛 对 这波美毒杀的中路顶线 是没大的 对我现在蹲 感觉海洋还是不想放这个盾啊 还是在外面 导弹在炸 这个盾还是不想放的 开雾 这个雾好像是眼下开的 被看到了 TB直接顶到高坡 冲到美毒杀脸上输出 好猛 美毒杀是被A很难受 毒狗灵魂猎手 TB开BKB 躲一下大招 先躲开石化 然后再找机会换血 扭头 还是换出来了 这个换血质量很高 女王甩大 美毒杀赶紧撒上吸血 但是吸不回来 被妮头大了大死 凤凰变弹被TB点爆 美毒杀买活 帕克这个时候大三个 但是正面没有输出啊 没有输出啊 美毒杀过来之后被断 这波只能回去了 还要打吗 TB站在高台 把他们进往前顶 有女王好像25了 有恐惧了 下一波的追击牛头跳过来 霍乱支援给一手睡 但是考虑一下 好像回去空盾比较好 这波待会儿那个魔化是比较快没了 魔化快没了 我感觉这波如果 Ocean不去打的话 就敲了呀 这波要打吧 但这波Ocean也没技能呀 也是啊 大招全是黑的 他们也没技能啊 不过好像萨拉伯挺虚的 都没技能 真的很缺 就是缺他圣剑的输出啊 感觉 是的 刚才TB其实已经小失误了 他开着BKB扭了个头 又被石化了 但还是没点死 就是美毒杀一个人输出 还是不够的 现在天辉聪明一点 就先撤一波 先等TB魔化 撤一波 但又魔化 而且你这个前面刚买活过了 对 刚才美毒杀交了买活 这样圣剑也要无期了 女王再搞一个西瓦出来 美毒杀真的就没什么输出了 西瓦强袭 双甲一撑 装备碾压的有点厉害了 经济领先 一万九千 TB真身 两边打一打四级装备 魔化是快好了 我现在想知道美毒杀下一件要做什么 肯定是圣剑呀 主要问题是没钱 也是 前面交买活了 对 所以没钱 我觉得他下一波甚至 甚至说卖金箍棒买圣剑 都得有圣剑 他下一波没圣剑 应该就打不赢 输出不够 现在海洋输出是严重不足 对面装备太好了 神装TB强袭女王 吸把伐木机 而且领先了快两万经济 对 海洋只能拼着一枪 一枪机会了 下一波必须有圣剑 TB又变身了 进来打盾 这波TB有买 帕克有买 其他人都没有买 萨拉克也不敢明打 他们也知道 对面应该是 一定会来 所以他在盾附近呢 开了魔物 还是先球团 因为他们这个装备领先 野外团的优势很大 看到了美杜莎 TB在绕后 破误了 找到了 美杜莎在脸上 找对面后排去了 没打起来 这里帕克选的TP 肉杉莎血量 其实不多了呀 帕克是踢回家的 那这样正面来不了 那这盾要放了 看TZV抢盾吧 罚目机出来挡钩了 这里留住了一个在C的毒狗 先杀掉 这里萨拉克一家钓鱼啊 哎又找到了 这个想抢盾的人原来是你 也杀掉 这样可以稳稳的打盾了 对 美杜莎 买不起 卖了吧 要不几枯棒卖了吧 换了 下一波手高是必须得有胜剑的 不然肯定打不了 他现在的钱买不起啊 然后对面盾拿掉 已经要上高了 那感觉他是不是有点不舍得卖啊 不舍得卖啊 他卖就是再次降低自己的这个经济和战斗力啊 反正也没买了 对 肯定是多一把圣剑要好啊 快了 吃个赏金服 够了 赏金服没敢吃 好 就这一波了 就这一波 打不过也没办法 其实这一波帕克美杜莎凤凰combo打好 他落后两万也能比赢团的 这combo还是很厉害的 你看圣剑打得明显是有感觉的 感觉打得没什么感觉 天灰信使已被击伤 TB的金箍棒被打掉了 TB本来想出圣剑的 但是还是求了下稳 出金箍棒打美杜莎蝴蝶 但金箍棒没了 这样其实是拖慢了一点对面的推进的节奏啊 顿是给着女王 这个美杜莎有了圣剑以后呢 这样海洋守在高地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是的 但是他们怎么又开了个雾要出去呢 他们觉得打掉了TB一个金箍棒就可以出来打了 其实他们守在高地 斯达瓦克是不太好上的 但是出来打就 这美杜莎圣剑一掉就输了嘛 因为主要他没BKB 对 他其实对于那个神装美杜莎缺了个BKB 对他没有BKB 对面有天堂 包括TB倒影都比较克他 然后女王25级尖叫对吧 对 都是控制 对 帕克被发现 大三个美杜莎圣剑 过来输出 开实话 被缴线 但是被天堂了一下 没A出几下 凤凰被沉默淡不出来 女王甩大后排 美杜莎正面也被霍乱之人拉住 开实机是买活 美杜莎又吃了一个换血 硬刚TP能不能刚过 撒旦吸了一轮 但自己没拦了 被伐木机轮子一直在转 女王再过来给个尖叫 美杜莎惨状态 又给了一个血吉 打不过了 打不过了 这一波在野外打 而且这个技能combo也没有形成一个完美的组合 对 最终斯特拉克还是2比1战胜了海洋 拿到了这次预选赛的晋级名额 恭喜斯特拉克 还是他的装备还是缺了个BKB 因为他后边的被对面一个脚械 然后再是各种控制 牛头大什么的 他即使有撒旦有圣剑 血也吸不回来 对 最后一波 他们还是选择再出来去跟对面 在野外去拼一枪 其实对面是带盾奶的一个情况 然后帕克虽然说A仗大了三个 但美杜莎第一时间是先被天堂缴械了 然后第二时间被后乱支援拉大了 第三时间被牛头跳大了 所以他其实没打出几件输出 对 我感觉他们选的这个阵容 就不是很符合他们的风格 虽然确实可能他们大哥很喜欢玩美杜莎 但是整个团队的风格 不太适合选美杜莎 我感觉 他们也不太喜欢在高地上 就缩着等对面来推去守 他们还是想打的 特别他们对的三四 他们对三四都是那种打进攻性的 特别是四号位的海明 三号位的话是之前喜欢滚滚 因为滚滚一直被绊 然后你选这个发条打进攻 看他的打法就知道 他是闲不下来的这种打法 然后他这个大哥又是一个 很要往后拖的一个大哥 然后中路其实也是一个需要 稍微有一点装备的 然后特别是打一个带球性的 这么一个中单 所以就很不符合他们的一个 整体队内的一个风格 是的 然后这一把呢 他们是一个单和美杜莎中期 其实美杜莎中期经济是领先的 但是呢 因为他经济领先 所以当时他们可能 也自己认为局势比较稳的情况下 出装稍微的保守了一点 特别是他在分身蝴蝶之后 这个金箍棒的选择 使得他后面的装备很难做 他如果不做撒旦的话呢 他其实正面战装能力会不足 但是没有BKB呢 后期会被控制限制的很严重 而且金箍棒跟他最后 必须出的圣剑是有一定冲突的 对 他都是有克敌击线的效果嘛 然后是重复了 而且这两个装备的话 就是首先你得有这个圣剑的攻击力嘛 然后得有克敌击线的效果 然后你没有这个格子去出BKB 然后就到后面 哪怕你有撒旦 你开起来之后也吸不回血 就正常都是三件套嘛 你一定要有BKB 撒旦和圣剑 是一个大后期美杜莎 所要具备的一个装备 除非是你这个阵容是真的 控制上非常的足 就你美杜莎哪怕没有BKB 也可以输出的情况下 是可以不做了 是的 这局的话 其实他们这个阵容呢 是一个打架四保一 然后中期的话呢 本来是局面优势 但是在几波团战当中呢 帕克恩发达技师的技能 跟美杜莎的输出呢 稍微有一点脱节 其实被对面给打回来了 然后对面形成了一个 三合均衡发育 然后这边自己是 除了美杜莎一个人毒肥之外呢 整个二号位 包括特别是三四五号位吧 就是变成了三兄弟的一个情况 完全没有经济了 然后后期的话 靠美杜莎一个人的支撑 也是比较难 因为对面的限制点也比较多嘛 到了后期 那感觉还是 天辉他这个三合经济吧 稳固 然后是推了下来 虽然说在中期的时候 是放美杜莎刷钱 刷了一段时间 但是还是稳住了这个经济 然后再是抓住了 燕燕的一个 几波先手的一个失误吧 就那一波 感觉那波野区 发条先手那一波 对 发条帕克双空大那一波 对 那波失误很大 本来他们当时经济是持平的 那波打完之后 天辉就领先了三千了 对 那波这个发条帕斯 是有个买活死 是 那个时候就有点不太对了 这一把的话 整体经济 斯大拉克肯定后面是领先非常多的 然后海洋这边 因为也是 刚换人嘛 他们换了一个carry 所以感觉这个carry 还在跟队伍 在磨合 对 对 这个选手的风格 跟其他队伍的风格 还不太一样 他是Nico Baby的传人 他是Nico Baby风格 粉丝 但是原来欧拉呢 是一个相对来说 还比较偏打架的一个选手 对 所以 这个海洋还是需要再 再磨合磨合吧 我觉得大哥 你选这种刷钱的 这个版本都不如水人这种吧 嗯 他主要选太早了 选早了之后 没有水人的位置 对 选的阵容的话 其实他们这个选人顺序来说 最后一手点毒狗 对对方阵容是没什么针对的 已经在中期 通过打架打的 已经是比较不错了 但是美独莎的出装 包括他们团战技能的施放呢 还是有一些小问题吧 对 主要这个版本 美独莎不是T1级别的大哥吧 嗯 看这把MVP给谁 这把是给了TB TB的话 比较稳健 这个点 这把其实 Thalak也是有一些小失误的 像中间那波团战 那个女王 那个大招的施放 包括TB有一波换写换的比较早 不过他们这个阵容 因为到了后期 整体经济高很多嘛 所以他们容错率还是比较高的 对也不影响 嗯 不过这 其实这两把赢下来 他们大哥的功劳 还是比较大的 对 因为中路其实 应该说是有一点 有一点队友 带着 带着走的味道 就那把火猫和那把QP 其实就是队友 就三号位 四号位 包括大哥的一个刷钱 基本上把局势都顶住了 所以中路压力 给到的就比较少了 嗯 感觉这个 凯瑞应该也是新加进队伍 但是他的打法 相对来说 比较的稳 就是后两把凯瑞 玩的还是比较稳健的 一把小娜 加一把TB都是大和 第一把小鱼 是有点没办法 局势太崩了 对 然后他又被对面的阵容课 所以第一把是输了 但是后两把赢的 其实我觉得都是 一号被打的 比较好的一个选手了 好那这样第一局BO3也结束 恭喜达拉 拿到了第一个竞技名额 我们也是稍事休息 等一下今天第二个BO3的开始